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阿悠TV 我是阿悠 从台湾回来已经一个星期多了 然后现在才要跟大家分享 这一次去台湾的心情还有心得 这次去台湾呢 也可能一开始就不是抱着旅游的心情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一到台湾 我是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好像回到了马来西亚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可能街道啊 或者是建筑物 街道旁的那些植物这些 就整个感觉 只是除了台湾天气比较冷之外呢 剩下的我就觉得 我好像回到马来西亚 就觉得还挺轻松的 整个人很轻松放心 而这一次去台湾之前 其实我真的是很赶时间 就是头发还来不及去染 一下班了之后 马上就冲去染头发 马上我就去了机场 那这时候的我呢 身上就还没洗澡嘛 来不及回家 终于第一次体验到在机场 洗澡 里面用的东西其实还算OK的 基本上该有的都有 对我来讲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进去洗澡的时候呢 是带有一点小兴奋 呃 虽然发现到时间真的很急 因为他给的时间不长 或者呢 还算是很不错的体验 一般上来讲 我基本上不可能在机场洗澡 好那接下来就来看阿佑在机场洗澡的影片吧 第一次在机场洗澡 然后现在拿了号码 还是要等一下 差不多要等一个十到二十分钟左右吧 因为他是一个人一千燕左右 然后大概洗一个半个小时 然后里面都会有准备很多东西给我们 所以还不用太担心 开始 不好意思我刚刚讲错了 不是阿佑洗澡的影片 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洗澡根本不可能拍了好吗 大概看一下他里面的设备 其实就是很干净 毛巾这些也很OK 可能有时候真的是 如果这次的出差 我们真的是太忙了 然后来不及洗澡的话呢 可以尝试去这个Haneda的Shower Room 然后那这个 机场洗澡影片就到这里 接下来就是阿佑抵达台湾之后的影片啦 别忘了要在这些地方追踪阿佑哦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